那我们下来连线股票研究员陈俊杰 请他来预测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 俊杰早上好 早上好 俊杰隔夜美股收高 倒置连续第五个交易日就上涨了 这样的情况会不会带动亚股和马股今天的走势呢 那么尽管昨日美股的上涨 但KLCI并没有跟随这个区域市场的走势 这是因为我们依然处在业绩报告这个高峰期中 那么中短期而言 我们依然认为KLCI指数呢 将会依然保持着叫盘整的这个状况 主要是因为高通膨的这个恶化 将进一步放缓这个经济的这个复苏 若我们看Bloomberg数据里 美国 中国 以及欧洲 今年GDP的这个预测呢 你会发现2023年GDP的这个增长率 将会比2021年以及2022年来的缓慢 而且美股美国持续收紧其这个货币政策呢 将使资金逐渐的流入美金 从而使我们马币保持一个叫弱的这个状况 若马币在持续的贬值的话呢 我们将会看见外资并不乐于投资于我们马股 那么尽管如此 风龙投资依然维持着 2022年年底KLCI目标不变在1680点 这是因为马来西亚在乌克兰以及俄罗斯冲突中 相对吸引了这个定位 以及经济的这个重新开放 那还有的就是证券监督委员会 昨天公布了符合伊斯兰教育股项的最新名单 那风龙投行目前关注的公司会不会受到影响 这些公司的基本面是怎么样 值不值得散户或者是投资者去关注呢 OK那么我们又来到了一年两次的这个伊斯兰教育股项 更新名单出炉的时候了 那么这一次的名单中呢 Revenue风龙投行有关注的公司 很不幸的因为其手上握着的现金 超出了这个其中总资产的33% 而失去了Sharia Compliance 那么你若看回过去一些重新公司 如Penta以及银盛 当他们失去了Sharia Compliance的时候呢 往往隔天都会有一个较大的这个下跌 这是因为基金因无法投资 不是伊斯兰教育的这个公司被逼清仓 而这负面的情绪呢 将会进一步的扩散 扩散到不知情的散户身上 造成一系列的这个连锁反应 但是投资者们需要知道的是 这一个类型的这个下跌呢 和基本面毫无相关 总体而言 我们依然非常喜欢Revenue 凤隆投资银行 依然拥有买入的这个评级 并且目标价 目标价定在令吉88% 那么我们依然认为 Revenue将会随着网络支付的盛行而成长 值得注意的是呢 公司的ETB业务 是属于经常性收入的 无论用户通过Revenue的平台 处理EDC 电子商务 或者是二维码支付的时候呢 Revenue都会从中获得收入 而且 如果我们看回Banda 以及Incent 因失去Sharag Compliance后的 股价表现呢 你会发现到 在短短的25个交易日内 他们回复了大部分的这个失地 所以 若今天Revenue会因 有因Sharag Compliance下跌的话呢 我们认为 这会是一个好的机会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俊杰 今天给我们做的市场分析 谢谢你